近段时间,叙利亚政府军和其盟军,对德拉省的反叛武装,发起了围歼作战,大量的反叛武装抵挡不住,叙利亚政府军机械部队的强力炮火, 无奈只能选择投降,被收服到旭军名下,当然,让旭军感到兴奋的,便是在德拉省内大量的美式等国的军火物资,旭军笑容绽放在德拉省,缴获了数吨武器装备,其中就包括了多辆T-62型坦克,步兵战车,另外还有几十枚美式的先进的陶式反坦克导弹,上百套火箭筒,另外还有迫击炮上千枚, 要知道,旭军面对这些,相对他们来说,可以称得上是奢华装备,这还没完,随着旭军大面积的推进搜查,最终还发现了大量的自动步枪,机关枪,上千枪子弹,其中还有两套简易便携式的防空导弹,另外,被聚集起来的军火物资中, 有大量美式装备,军用食品,医疗箱等,助续美军面对德拉叛军的败北,相当愤怒,更是喊话让续军把美式的装备误归原主, 不料遭到叙利亚老虎师部队齐招拒绝,他们把大量的美式装备坦克战车,直接涂上续军的标志, 列入到了部队当中成为有力的作战武器,任你美军怎么呼喊抗议都没用,最终,据媒体报道透露消息,美军的高层决定,不会再对任何叛军提供军火支援, 简单来说,美军就是认为,这些叛军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,给他们再好的装备,再多的物资都不够挥霍的, 叙利亚政府军的老虎师部队德,到了这些尖锐导弹武器,会充分去发挥这些美式武器在战场上的作用, 但对于美军来说,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出现了,本想着指望这些叛军拿着这些武器去和叙军奋力厮杀, 但没想到最终来美军搬起了石头却砸向了自己的脚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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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